一辆被抢劫的运超车正在街区横冲之撞 这个靠腿追汽车的大佬就是我们的主角永强了 恰好前方停了一辆公交车 运超车想转向已经来不及 以下就撞了过去 趁着这个机会只见永强花展飞扑 跳上运超车 可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车上的歹徒一枪打在脑门 当场暴毙 警局同事集体吃习 挨妈真香 全聚送 怎么可能 这只是永强脑中虚拟的画面 永强敢一个人追车绝对是有点东西的 在极短的时间里 他可以迅速思考出面对对手的各种可能性 相当于出场自带一个时间宝石 用金块挡子弹会被打死 翻身上车会被车撞死 在尝试了多种可能性后 他得出一个结论 只要上去就是死 所以他选择不追了 运超车还在疯狂逃窜 即使前面已经有警车拦路 他们依旧选择直冲过去 眼看着一群警察就要被撞的满天乱飞 突然嘎的一声 凭空出现一辆大卡车 将运超车给坠飞了 此时警察局长正在广场上给雕像前踩 却不料永强开着卡车直撞过来 不仅将雕像给撞断了 还把整个广场离了一遍 就这样他虽然成功地逮捕了劫匪 却也成功地破坏了各种公共设施 让警察局赔偿了近一千万的修缮费 虽然他这种彪悍不计后果的办事风格 让警察局长非常头疼 但这个小家伙 却又撑起了警局破案率的半边天 没有他还在门不断 所以局长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事们最喜闻乐见的 就是看永强进去挨骂 眼见这次局长被气出了高音 大家伙又打起赌来 赌他这次会不会被开除 可惜最后还是败了 因为局长决定把警员过年的福利取消 用来填补这次的亏空 永强倒是满不在乎 维护正义咱不计成本 另一边本市最高法庭 正在宣判一起全市瞩目的案件 富二代罪驾撞死孤儿女孩案 永强也到场了 因为这个富二代就是他抓的 尽管女孩的哥哥距离力争 但富二代已经买通了所有环节 不仅轻松躲过了法律的制裁 甚至还倒打一耙 控诉永强暴力之法 可怜永强只是个抓人的小警察 工堂上的黑暗 他虽然看着不爽 却也无可奈何 晚上接到了局长的电话 叫他去家里吃饭 永强的父亲当年曾和局长并肩作战 二人都和永强一样 是充满热血的青年 可惜在这腐败的机构里待久了 对那些肮脏事也只能默默接受 但局长还是非常心上 并一直保护着永强的正直 聊着聊着 永强突然接到了孤儿院的电话 院长说那个被撞女孩的哥哥 突然失踪了 可能会去报复那个富二代 希望永强能帮忙寻找一下 永强没有废话 火速赶到富二代家 可让他们想到的是 小男孩没找到 竟然找到了一只蝙蝠侠 啊不是 准确的说是一个身穿盔甲 双手能喷火焰 头戴中世纪瘟疫医生面具的神秘人 富二代打不就想跑 可神秘人突然放出大招 火盾奉先火之处 永强健壮准备逮捕这个行凶歹人 他在脑中挠不出了完整的抓捕路线 先用石头远程打击 随后冲到他面前将他击倒 可没想到 永强刚向他扔出石头 对方竟然瞬间反应过来 轻松地接住了来自生理死角的攻击 但神秘人已经达成目的 不想节外生枝 随后一招火盾 消失在空气之中 我操 这不是遭遇非自然力量了吗 根据调查 当晚被撞女孩的哥哥 确实在富二代家门口出现过 只是一个孤儿院中的小男孩 怎么可能拥有非自然力量呢 他也没有基因变异 也没有富人的科技 被逮捕的男孩非常兴奋 因为他知道 俄罗斯终于出现超级英雄了 而且愿意为穷人伸张正义 你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吗 瘟疫医生一定是看了 富二代无罪释放的新闻才出手的 老天有眼啊 过了几天 永强先班回家 遇到了两个流氓在调戏美女 他二话没说就顺手加了个玩儿 害怕美女就回家中简单的包扎一下 可没想到 这竟然是个拳套 趁着永强离开的空档 美女偷拍了关于富二代被杀的案情资料 原来这个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网络上的知名短视频博主 小力帮帮忙 他在网上有几千万粉丝 立志要将这个城市里 所有的黑暗真相报告给大家 前段时间的富二代被烧成烤鸡案 吸引着这个城市所有人的注意力 所以他故意花钱请了两个流氓 自导自演了一出美人记 偷拍永强的资料 那么就是问了 小力这么干 不怕那些黑暗势力封杀吗 黑暗势力的保护伞不好使了吗 你还这么一说 这座城市里的网络与现实世界不同 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小马哥 创造了一种高端网络 可以完全保密的探访任何网络 发布任何信息 没有人能追踪到发布者的位置 连小马哥都不能 我知道有些同学在想什么 没错 这个网络的确可以查看 各种学习资料不受限制 所以小力才敢肆无忌惮地揭露黑暗 让人们想到的是 小马哥也是孤儿院中走出的孤儿 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豪 他的初心是想创造一个 信息自由的美好世界 顺便赚点W 但他的好朋友兼合伙人 大马哥可不这么想 这个城市的命脉 依旧掌握在那些黑暗肮脏的人手里 他们藐视法律肆无忌惮 用钱和权力能摆平一切 我们虽然是有钱人 可以捐款拯救穷人 那么草菅人命欺辱良善我们解决不了 还好我们能解决他们 那么为了维护世界的爱与和平 我要解决他们 于是大马哥利用小马哥的公司资源 打造了一身炫酷的庄稼 没错 他就是那个杀死富二代的神秘人物 文艺一生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第二天晚上 他利用加密网络开启了全网直播 当着万千网友的面 潜入银行行长家里 将他活活烧死 银行行长利用职务之便 撕吞了无数打工人的血汗钱 很多人辛苦工作一辈子 然后一贫如洗 他不死谁死 大马哥也不图钱 直接炸开了银行金库 把钱撒给了街上的穷人 这一晚 文艺一生成了全市的大明星 也成了无数人心中的英雄 他的直播视频迅速扩散 连很多街头帮派都成了他的信徒 莫斯科看到这件事越发难以收拾 专门派来一个光头特派员 追捕文艺一生 光头一来就和永强起了冲突 这本来就是永强的案子 自己调查好好的 竟然被别人抢了自己的饭碗 他自然是不答应 但迫于上面的压力 局长只能让他不再查办此事 只给安排了一些小案件 还让新来的菜鸟和他搭档 这永强怎么能行 你不让我查我就自己查 他找来了自己的线人 弄到了一些可能会知道 文艺一生真面目的人 然后开始按自己的节奏办案 先打一拳 打完再把自己的问题问一遍 就这样永强从南天门 一路打到了彭莱东路 可惜没能找到任何线索 没有人知道文艺一生到底是谁 倒是菜鸟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如果抓到文艺一生 那咱们也成网红了吧 永强立刻赶往加密平台总部 希望小马哥能主动上交文艺一生的IP地址 看你大小四个文化爷 我就不用拳头了吧 小马哥虽然知道大马是文艺一生 但咋能警察一问就说 他只能解释说咱家的平台隐私性是杠杠的 就连我也查不到 一点办法都没有 线索到这就断了 永强无奈的回到警局 就在这时 菜鸟又给他提供了一条新的热搜视频 正是小力满满满的小力 他公布了文艺一生 烧死富二代的调查资料 感情人家文艺一生啊 从来都是默默做好事 大快人心的火烧富二代案 也是他做的 这一下人们对文艺一生的崇拜越发强烈了 只有永强的脑瓜疼 要是被别人知道资料是他泄露的 那绝对要被开除了 永强直接找到小力家里 口头警告了他一不 还帮他的笔记本冲了个冷水找 哇 大网红何曾见过这么妈的男人 顿时羞涩的咬住了嘴唇 接下来文艺一生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直播 这次被绑架的是垃圾场场主一家 由于垃圾场场主控制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垃圾 导致无数辐射性垃圾被随意的丢放没人处理 空气和水都受到污染 很多孩子因此都产生了基因变异 文艺一生在垃圾场中央现场直播杀死了这个祸害 也杀死了场主的妻儿等人 这下文艺一生的信徒们更加疯狂了 街道上到处贴着他的图片 无数人打着自由的旗帜 带着他的面具上街打砸抢烧 城市的犯罪力直线攀升 那些被压迫过或没被压迫过的人 终于找到了释放的渠道 他们何曾不想做一个杀父济贫的英雄 只是缺少旗帜的引领 这一次小马哥终于无法容忍大马的罪行了 打击罪恶是一回事 连同无辜的家人也杀死 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这叫烂杀无辜啊 可是大马哥依旧有声悟空 你一开始就知情 举办我你也是共犯 天真善良的小马哥被吓住了 苦苦哀求也无法阻止大马的杀戮 另一边永强正门在家里思考案情 菜鸟上门告诉了他一个重要信息 从直播能看出来 瘟疫医生是个极度渴望关注的人 小时候应该是个孤儿 而且根据其犯罪活动 他是一个使命向导性罪犯 会不断的寻找他以为的罪人诚挚 从只杀死一个人的富二代 到祸害了几百人的银行行长 再到污染了几千人生命安全的垃圾厂常驻 他的下一步一定是更大的目标 而最近正好有一个地下赌场开业 到时候会有无数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富人 参加开业派对 瘟疫医生会不会来个大的 将那些为父不仁的人一网打尽 听到这里永强立马动身 从县人那里搞到了参加派对的邀请函 没想到参与这样派对的 竟然还有小马哥与寻找素材的小力 不出意外派对果然遭到了袭击 但等来的不是瘟疫医生本人 而是瘟疫医生那些狂热的信徒 政治的小马哥挡在众人面前 你们要钱给你钱 别伤人就行 可那些暴徒哪听得来这样的话 眼看就要动手 永强动了 这些街头混混 根本不是他这个超级警察的对手 噼里啪啦一顿小拳拳 打的是热口烧天 关键时刻光头综艺带队 平复了这场乱局 光头知道了永强还在调查瘟疫医生 以为要抢他的功劳 回到警局立马逼迫局长吵了他的鱿鱼 整个警局的人都在为永强送刑 虽然他抽烟打人特地独行 但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好警察 晚上局长把他拉到家里 意味深厂的告诉他 这种级别的案子 像过去单枪皮靶那样干 肯定不行 你得学会谣言 永强这次听进去了局长的话 来到小莉的住处给他道了歉 因为上次参加派对的时候 他碰见小莉 又顺手掰了他的手机 不过小莉并不在意 还告诉了他一个重要信息 那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马哥 其实和军火公司签了合作协议 顺着这个线索 永强来到小马哥待过的棍儿院调查 小马哥作为优秀子弟 过去的东西都放在展示棍里 永强了解了小马哥与大马哥的事情 原来这两个小家伙 从小就形影不离 后来大马哥参军上了战场 小马哥则去大学读书 这里还保留着小马哥的日记 永强随意的发了一下 竟然发现了一张瘟疫一生的画像 这不是巧了吗 这不是 拿着这些证据 永强直接去找小马哥 询问他瘟疫一生究竟是谁 然后永强又拿出了一份文件 上面记录着大马哥在战场上 吸藏的内容 大马哥已经死了 那么与小马哥每天见面的人 究竟是谁呢 没错 正是小马哥的另一种人格 小时候小马哥总被人欺负 但他心怀正义 逐渐演变出了惩治他人的暴力人格 说白了就是太正义 改变不了现实 疯了 终于在永强不断提问的压力下 他再也压制不住内心暴力的一面 一下击约了永强 当永强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小马哥套上了 被直播烧死的赌场老板 此时警察已经把这种大楼 包围的水泄不通 虽然永强急得反抗 但还是被抓了回去 审讯室里永强把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 但没人相信他的话 因为在他的家里 警方又发现了大批爆炸物 反倒警局里的同事觉得 他这么正义这么忙 就应该干这么大快人心的事 恐怕接下来面对他的 只有直播死刑了 好在一直不起眼的菜鸟和网红小丽相信他 菜鸟提供了一身警符 小丽提供了一辆车 重刑犯永强就这样成功的越狱了 绝对符合俄罗斯的风格 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能证明小马哥就是文艺医生 永强的计划很简单 忙就完事了 把压打的承认他是 不是也是 俄罗斯人不需要计划 小马哥价值千亿的总部大楼 没有保安 永强尿巧的走了进来 二人不由分手打在一起 虽然永强的身手足够敏捷 但小马哥的火焰让他难以招架 只能拿起一块铁板防守 这本啊 这本是毛子队长对决马克一号 关键时刻圆饼赶到 菜鸟和小力用高压水箱熄灭火焰 就这样没了喷射器的小马哥 就像没了毛的火鸡 被三人牢牢地捆在了椅子上 可是作为一个大反派 怎么会如此轻易被制服 准确地说 他的身体可以服 但精神绝不服 原来他早就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声明 号召粉丝们继续自己的意志 拿起手边的武器 向权贵阶层展开无杂别攻击 混乱的时代开始了 不用担心今晚没有警察 与此同时在警察局里 那些从永强家收下来的爆炸物 突然爆炸 顿时把警察局炸了个底朝天 暴徒们的狂欢皆到了 愤怒的人群戴着鸟嘴面具 在城市中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 人性中疯狂的一面彻底被解锁 这里无关权贵阶层的压迫 只要有穷富之分 人们心中就有疯狂 所以看似对黑暗的宣战 瞬间无序蔓延 大量无辜的人被牵连击中 这还是当初设想的那种伸张正义吗 好在小丽利用藏在永强身上的窃听器 洗白了永强的身份 顺便让信徒们看到了自己的英雄 竟然也是个超级有钱人 卧槽也是有钱人 那还闹个什么劲啊 算了吧 说起来挺奇怪的 有些人一边对富人恨的咬牙切齿 一边又迫不及待的想取代富人 最好现在就富 不让还生气还诅咒 挺矛盾的 温医医生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虽然忽悠群众干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 但你又如何能保证 等你掌握了权力和财富之后 不去驱压熊人呢 很难吧 所以说超级英雄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 坚决且不遗余律 不合悉尼的执行法律 才是重症之重 再会